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会说一下我们在市中心住的这间民宿 这间民宿呢 为什么我会选择它呢 因为我做资料搜索的时候 发觉原来日本的民宿很多都是很小 小到连行李箱都打不开 但这间民宿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空间感很大 而且还有两张商人床铺 还有整个大厅可以让我们坐在这里吃东西 很方便的 大家猜不猜到这几道门后面有什么东西呢 日本人真的很坏位 右手边这道门里的那些 其实就是有一个雪柜 一个微波露 还有还有这个电水壶 左手边这里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厨房仔 你要知道 和老人家出去旅行一定有些厚着的 他们可能不适应外面的食物 不习惯吃的食物 那你要做什么 就是要回民宿煮食给他们吃 就有一些调味料 砧板 有一个炉 抽风系统都做得很好 另外呢 这边呢 就有齐了 我们要的杯 碗碟碟碟 都有齐了 这边的饭 也要煮饭 那就可以了 这间物宿很好 有提供这个洗衣机 洗完衣服之后 还有外面的小露台 可以用来烂衣服 另外呢 厕所和浴室 是连在一起的 虽然呢 舊就舊了少少 但是呢 整体上面都很干净 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间物宿的价钱呢 就不算太贵 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条片再见 拜拜